其實我真的很希望 今天是最後一次提到陳志涵 因為我覺得 我如果一直在講得好好 會降低了我的格 因為我覺得對一些 狀況不了解的人 就是胡亂去放炮 講話又沒有根據 我可以真的一樣一樣來講 第一個 我做了多少事 你根本就不知道 就如同你都不知道 規定有這一條 就是最後講的 原則是柔性政黨 一定黨職以上的黨公職或幹部 規定很清楚 這規定是你寫的 對 這就是我寫的 所以我做的事是你不知道 你既然要做發言人 你就要用功點 你要去讀書 你要看有相關的規定是哪些 你都不知道你這樣的批判 以後是損及民眾黨的形象